平衡终于打破了 不得不说 在这个位置射门 不进的概率只有 只有 我赶快插下资料 只有3%左右 我瞎猜的 他的跑位很不错 有效地利用了空间 使得传球找到他更加容易 这样的射门也更简单了 1比0取得领先 尽管踢补锡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激动的情绪 但是他们肯定在心中暗息 因为这个进球 是他们期盼已久的 伸手敏捷将球解围 曼联在发球后 发起了快速反击 叫球既是机会 也可能隐藏危机 他娴熟地断下球 没有让球过去 全球的准确度还要提高 这是一个边线球 他们正在有计划地进行着前场的施压 塔弗 布鲁诺 菲尔南德斯 宇迪格 有一次成功的防守 此时需要这样的比赛节奏 射付金科 克拉伦斯 西多夫 余悦投球 潇洒的进球 太容易了 差距就快大的 追不上了 超级投球 杂技一般精彩 中锋都喜欢余悦冲顶 这球实际把握非常完美 AC米兰打入了第二个进球 将比分改写为2比0 整支球队就像得到了玄学的加持一样 他们已经势不可挡了 接下来两队的比分可能会被继续扩大 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 球转移到了右侧 可惜了 这个球传得不准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莱亚内尔 梅西 直接与对手过招 穿透了防线 能进球看 直达就稳 甚至失达失稳啊 也许这个过程太过轻松了 简直一如板掌 他们又进一球 非常漂亮的二锅一之后的进球 两个人非常有默契 只有训练场上的心心演练 才能换来赛场上 如此精彩的进球 AC米兰三球领先 他们已经肆无忌惮了 他们目前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局面 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 比尔罗 罗布特卡罗斯 卡卡 他能完成上门吗 这两个怎么样 实在是没什么危险 他表现得很好 充分利用了中路空间 这给他提供了轻松直插对方门前的机会 对方的来手 有好好的 七多·评断 二间夹回合 1下 比尔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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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淑罗 奥特卡罗斯 中场休息的哨声响起了 关于上半场比赛值得评数的时刻 有非常多 总而言之步伐亮点 虽然形式上一边倒 但是过程还是激动人心的 AC米兰的比赛思路十分清晰 他们在比赛中活力十足 有时简直是势如破竹 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后 他们希望延续这样的攻势 目前的比分是三比零 不知不觉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李迪格不懂了对手的想法 成功抢断 有机会大反击 莫巴佩 这一次失败了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齐多夫 罗布萨卡罗斯 据孔子的《论域》记载 烂的传球不如不传 然而最后又是一脚 叫本应该可以的传球 AC米兰 这个直塞球传得有点想当然了 根本没有空间 保罗马尔蒂尼 将球传到边路 莱安内尔 梅西 卡卡 卡卡 球员在小范围内倒角 就在卡卡脚下 他抬脚失射 他们想要充分利用对手的这次失误 卢卡摩德里奇 唐辛一脚直塞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最后处理有点忧郁 这一忧郁机会就没了 法比奥卡纳瓦罗做出了预判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他们在前场进行着恶郎式的拼抢 他服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那么再一次迎回了球悬 球出现了 边线球 二门 口 矿 MING PAO TORONTO 卡夫 让人拍案叫绝的过人 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 节奏加快了 会有怎样的配合呢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卡夫 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 他的防守密不透风 穆巴佩 AC米兰 凭着冒险的异产逃过一劫 尽管险情得到了环境 但暴露出了防守的问题 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 卢伊科斯塔 拉斐尔 莱昂 他利用身体夺回了球权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莱昂内尔 迷西 棋防对手更是输不得啊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这个动作虽然不好看 但效果还不错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他们希望出其不易 以速度制胜 向前推进 跃地二八 通过平抢夺回了球权 分到右侧 卡卡啊 前面非常开阔 尝试打一球 他们坐到了 他们已经翻山越岭 远走高飞 永远追不上了 刚才这个进球啊 你有何看法 看到他的射门动作就知道 这球肯定贴着地面 果然不出所量 卡卡 A线米兰 再次攻破对手的城池 可以说是毫不留情 卡卡 球有穿透的机会 卡弗 卡弗传中 大幅 将球转移到了侧翼 保罗马尔迪尼 迅速将球抢下 对方无功而返 这一下失去了球权 莱奥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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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曼联连续做出换人调整 他还能继续坚持地精神可嘉 不过教练换他下来也是为了他好 看得出来他已经非常疲惫 罗布特卡洛斯 塔卡 很灵动的跑位 场上需要更多这样的球员 比赛结束了 A.C.敏兰今天的表现无懈可击 彻底打垮了对手 这场比赛是一边倒的 他们取得了全面胜利 塔卡容易为本场最佳 鉴于他今天的表现 可谓是实至名归 好了好了 蔡知道别整发型了 起来能否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呢 毫无疑问 我们都喜欢看到精彩的进攻和进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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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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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烈皮尔路 还是和以往一样 负责发脚球 这个机会很关键 第一个脚球 强的投球 关键的风度 太厉害了 完全凭直觉脚球扑住 确实难度不小 葡萄牙的确盛产出色的边风 拉斐尔莱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喜欢回撤中路 或者是在左路 舍夫新扣 坦扑得漂亮 若是考验了一份门将 不错 门将这次扑就体现了他的身价 跳起投球 五射的机会 AC米兰 这一波连续的进攻打得很漂亮 丝毫没有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他前面空了 好机会 没问题 诸一定会付出代价 卡卡利用了对手的失误 我想我们都可以从中学到一点 那就是球场上窃其拥有寡断 我猜双方应该都没有料到这样的局面 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 显然十分奏效 他们的进攻非常犀利 取得进球也是理所应当的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扎卡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 亚历山斗了内斯塔 卡卡 前面有队友在跑位 东风化解了一次威胁 穆巴佩 来啊 很精彩的碰 一次机会不错 粘软无力 制造上门毫无威胁 处在那个位置 他毕竟觉得自己能够进球 他仍不能相信自己居然错失了良机 罗布特卡洛斯 试图攻到门前 忽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 叫球既是机会 也可能隐藏危机 快速向门前推进 扎卡 网线脑洞大开 不对 漏洞大开 他来到门前 机会 摄复秦科 越位 棋子举起来了 吉利安姆巴佩 拼命跑向球的落点 坎特 这是要传给空气吗 就在卡卡脚下 要亮的盘带 看这轮攻势如何呢 他甩开了对手 这下裁判会吹回去的 这种情况 他们只能怪自己 注意力不够集中 球员的沟通又出现了问题 犯规是他们唯一能采取的行动 力量落点 还是带有欺骗性的弧线 他绝对一样都不缺 太漂亮了 阿里的胜盘感觉赏心悦目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终于迎来了 期待一球的进球 大世纪的罚球漂亮 这个进球真是赏心悦目 从珠宝到白腿 一气呵成 这个局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乐观 目前的进展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你可以感受到 他们越来越有信心 摄复秦科 拍拔赶到 将球破坏掉 拍卡 竟然打丢了 浪费了一次妙传 这绝对是教科书式的经典直赛球 只是后续的处理还需提高 坎特 内马尔 内马尔达西尔瓦 棋缝对手更是输不得 罗巴佩 球转移到了右侧 坎特 赛洛 迅速夺回球权 赛洛 不叫卡洛斯 出现得很及时 太有必要了 内马尔 几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也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华丽的脚下动作啊 他抬脚失胜 这下失去了球权 不过他们希望保持这样的局面 漂亮的直赛球 非常准确 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 转移到前场 拉斐尔莱昂 卡卡 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没有去切 摄抚清歌 马尽尼奥斯 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 他的防守密不透风 反击的好机会 这肯定是个犯规啊 扔一球 马尽尼奥斯 内马尔 他们在球场上竖起了一道枪 有三分之处 有三分之处 罗布特卡洛斯 拉斐尔莱昂 把球动射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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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锁定了胜局 积极的跑动 零巧的带球 进球是必然的 我刚才还想 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关于上半场比赛 值得评输的时刻有非常多 总而言之 步伐亮点啊 虽然形势上一边倒 但是过程还是激动人心的 A.C.敏南 那比赛思路十分清晰 他们在比赛中活力十足 有时简直是势如破竹 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后 他们希望延续这样的攻势 目前的比分是三比零 好的 双方的较量进入到下半时 拉配 哇 这脚射门挑战了门将的极限 想必他对自己这脚射门会感到失望 毕竟前面的带球奔袭很精彩 他一定期待自己的临门一脚 能够做得更好 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 A.C.敏南 快速发起了反击 反击要来了 这是一击过顶球 有机会塞过去 还是失败了 拉斐尔来昂 拉斐尔来昂 这个带球很漂亮 看看会做出如何的选择 球被拦截 坎特 皮尔洛 罗布特·卡洛斯 丝毫不给对手机会 球员在小范围内打桥 尝试打一桥 他打到了 结果无疑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就看能进多少个球了 致命了错误 代价不可避免 这球有运气的成分 不过也是权力逼抢的结果 功夫到了 运气就来了 毫无疑问 现在大局已定了 这次进攻机会啊 其实是很好的 不过没能制造危险 内马尔 把球传了出去 好漂亮 能起脚吗 击中力助弹出 安德热 安德烈皮尔洛 坎特 他们快速阻止了他的前进 上门 绝脚的进球 这个进球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战术 等待对手出座 刺激发起反击 击前进来 好 retailers quer谊 字幕开放 宫 描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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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